现在的手机性能是越来越强了 玩手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像我们这种PC玩家 以前都是站在笔试链最顶端的 一口一个手游垃圾 那现在呢 我云飞今天就是从这跳下去摔死 也绝对不玩任何手游 哎 那个空中皮插的给我下来了 分块三 又出火通了 啊 又出火通了 手游的画质也是越做越好了 有些发烧级的手游在画质上 甚至已经接近主机的水平了 那么这样一来 游戏手机这个东西就死灰复燃了 其实游戏手机并不新鲜 在手机发展的三个时间点上 都有过这么三台独具一格的游戏手机 也有过那么一批优秀的手机游戏 相信其中有不少的游戏你也玩过 那么今天就搭上我们的列车 一起来经历一趟难忘的 游戏手机和手机游戏的历史之旅吧 那我们回到2002年看一看故事的起源 在当时任天堂的GBA分迷全球 彩色的超大液晶品 高质量的游戏内容 以及随身携带这一点 让GBA和口袋妖怪迅速成为了全世界的孩子们 梦寐以求的生日礼物 这边老任作为掌机之王自然是赚得盆满钵满 那么隔壁的诺基亚作为手机的霸主 自然也是看在眼里挤在心里了 所以我们的芬兰巨人就决定 是时候来抢老任的生意了 这就是Engage 世界上第一台游戏手机 在诺基亚宣布Engage的时候 它被看作是GBA的有力竞争者 野心十足啊 如今的手机 大家也都知道外观是越来越同质化了 但在那个年代 诺基亚的手机那可长得太有才了 你看看这ES机7600 再看看这里里外外都是键盘的6800 还有这个7280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口红 Engage同样也延续了诺基亚的古灵精怪 屏幕竖置于中间 按键被安排在了屏幕的两侧 看起来就像一台用各种手机零件拼凑出来的GBA一样 Engage有着2.1寸的屏幕 176×208的分辨率 配备了一颗104MHz的ARM9处理器 搭载的是赛班初代的S60系统 听起来还真是让人不由自主地怀旧起来 但不得不说 在性能上 诺基亚这个小家伙还是比GBA强了不少的 他还有一个弟弟 2004年推出的Engage QD QD阉割掉了双音机等和游戏无关的功能 降低了价格 但外观更加的时尚 尤其是键盘的拼色设计 让我想起了非常经典的诺基亚7610 撇开游戏不谈 Engage首先还是台手机 打电话 发短信 GPS上网 FM收音机 样样都行 在网上的说 你用它登个QQ都没问题 这个游戏机可真是太全能了 不过玩游戏 几乎每一台赛班机都能玩 Engage又是和当时其他诺基亚采用的同款CPU 性能上也没有什么优势 那我为啥要用Engage去玩游戏呢? 因为其他功能机上玩到的游戏和Engage比起来 实在是太小儿科了 在那个年代 其他手机上的贪吃蛇是长成这样的 而Engage上的贪吃蛇 是这样的 哇 真羡慕当时买了Engage的小伙伴呀 在朋友们面前秀一把这个 羞辱一下他们的烂手机 简直是牛逼坏的呀 你再看看这Engage的游戏 都有自己的游戏卡带 完全独占采用MMC卡作为戒指 这可根本就不是手游的架势 完全就是冲着任天堂去的呀 那么在Engage的历史上 一共推出过64款这样的专属游戏 其中还不乏一些耳熟能详的大作 比如说第一代狂野飙车 狂野飙车系列算得上是陪伴我长大的手游了 整个系列的第一代作品登陆的就是Engage平台 这个游戏的素质真的是从一开始就很高啊 不仅有很漂亮的3D画面 更棒的是引擎的轰银声 碰撞的效果声 都在游戏里出色的展现出来了 初代狂野飙车在Engage上甚至还能进行蓝牙多人联机 在当时真的是跨时代的技术了 更让我震惊的是古墓丽营 我本来以为Engage版只是把以前的PC版搬上来重置一下 然而你看劳拉姐的这个外骨骼动画 这也太流畅了一点吧 要不是因为这个标志性的追行凶 我还差点就入戏了呀 最恐怖的是这个Engage独占的格斗游戏 Wan 你知道它的画面有多好吗? 我什么都不说 你自己看吧 这么一颗小小的ARM9芯片 这么微弱的技能居然能够带来如此强大的画面表现 某些游戏厂商真该好好玩玩这个游戏 反思一下 Engage上的游戏虽然不多 但个个来头不小 你听听这些IP FIFA 使命召唤 细胞分裂 极品飞车 文明 甚至你还能在Engage上玩到老滚 诺基亚可真是太有排面了 将手机与游戏机结合起来 这么跨时代的概念 这么多的独占大作 那么消费者买不买账呢? 没有 初代Engage首发价299美元 比GBA贵了整整三倍呀 但发售后仅仅13天 经销商就爆降100美元 口口声声对标GBA的Engage 美国发售后的第一周销量却只有GBA的1% 在4年的时间里 Engage两代机型加起来 总共只卖了不到300万台 所以它的问题出在哪呢? 这是一台手机 也是一台游戏机 但显然它两边都没做好 这个手机在国外有一个绰号 叫做Tacophone 墨西哥玉米饼手机 因为它的听筒居然坐在了机身的侧面 当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得这么拿着 哇 这个画质真的好呀 哇 这个手机真牛逼呀 喂 喂 喂 起 哎 哎 哎 别走啊 别走 哎 游戏卡带的插槽 居然安排在了电池底下 每次换卡带呢 都要关机断电 对于一台游戏机来说 这个设计简直是蠢酷了呀 不过幸好诺基亚听取了用户的意见 Engage QD上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但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QD给中框套上了橡胶圈 保护了各个接口 还能套个挂绳 听起来还不错啊 但是就是这个橡胶圈特别不耐用 要不就是断了 要不就是膨胀了 所以很多朋友手上的QD 都是遗失了橡胶圈的 用这个手机打字 也是一种煎熬啊 键盘的位置和布局都太尴尬了 按键挤在一起 非常难按 手感也很糟糕 晃晃悠悠的 按了就跟没按一样 反馈几乎不存在的 用这样一个键盘玩游戏 那就更糟糕了 我说我到底在按些什么呀 刚刚看到游戏画面的震撼心情 瞬间就消磨殆尽了 Engage它的想法真的很超前 这是一台全能的游戏机 但又全不能 它什么都想做 但是什么都没做好 不过它至少让当时的人们 看到了手机的未来 这小小的手机拥有一切的可能 故事的第二个主角 来自遥远的东营国度 来自一个百花真艳的年代 2010年 那个时候的我还在和朋友争论 摩托罗拉的里程碑 它的侧滑键盘 打字到底有没有触平快 而飘哥 他正摸着自己的腰子 眼馋着Apple Store里 刚上架的全新iPhone4 那个时候的手游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休闲 趣味 充满着游戏性 刚刚撞完猪 刚刚滑完水果的我们 似乎都觉得 触屏和重力感应 这才是手游的未来 然而有一个厂商 并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觉得玩家想要的是把客厅的游戏机体验 搬进口袋里的 在他们看来 在屏幕上指指点点唯一的作用就是在遮挡屏幕 于是他们秉着这种化简为烦的思路 造出了两件东西 一个叫做PS Vita 而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主角 Experia Play 彼时的索尼爱立信过得并不舒坦 但当他们说要把PS做进手机的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了过来 玩家们沸腾了 想想看 如果今天微软告诉你他们要造一台Surface Phone 或者大疆告诉你他们要造一台会飞的雾缝 那你怎么可能不兴奋呢 对吧 于是在2011年3月 在万众期待之下 Experia Play登场了 480p分辨率的4寸屏幕 所爱标志性的ARK四大金刚 510万像素的摄像头和闪光灯 圆滚滚的贴在了机身背面 第一眼看去 它长得就和同门兄弟LT15i一样 后壳看起来很漂亮 白色版的颜值放在当年也是数一数二 但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划开你就知道了 索尼居然完整的把PS手柄做进了手机 就连两个摇杆都没放过 被做成了虚拟摇杆放在了中间 自带手柄的游戏手机 这个概念在当时真的太酷了 其实Xperia Play的设计 非常像索尼之前的一款产品PSP GO 你看这手柄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它们传承的理念其实也是一样的 索尼希望你能把PlayStation的无穷乐趣带在路上 硬件已经足够唬人了 那软件呢? 大家都是安卓手机 你又不可能像老黄那样去搞芯片级独占 对吧?你能玩的 难道我还玩不了吗? 你也别小看索尼了 索尼在游戏圈呼风唤雨的能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发布会上一副就请到了EA Gameloft Glue等各路大佬站台 索尼对Xperia Play的思路非常清晰 老游戏优化手柄 新游戏限时独占 PS游戏完美移植 不得不说这三件事做得都还不错 对于当时买了Xperia Play的同学来说 可以完美的用手柄剔剔剃 玩这个狂野飙车6 当时还有Nova2 甚至还有彩虹6号 都给Play做了优化 完美的适配手柄 同时索尼也特意给Play 官方移植了一批PS1游戏 比如说《生化危机3》 山极赛车4 他们都做了专门的优化 不仅跑得非常流畅 也能完美的使用手柄 包括死货身 对吧 还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 买了Play的小伙伴 能比别人提前两个月 玩到现实独占的Minecraft 没错 MC的移动版 就是在Xperia Play上首发的 虽然第一版在安卓上还比较简陋 但当时能在手机上玩到MC 还能有非常不错的游戏体验 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 话说回来 你还记得你2011年的时候 在玩什么手游吗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天天在宿舍里用手机开热点 跟几个中学的好机友天天开黑 玩地牢猎手 那个时候手机上还没有像什么大菠萝 火之之光这种RPG类型的游戏 地牢猎手是第一次让我在手机上 体会到的这种刷刷刷的快感 在PC上我们喜欢用显卡杀手来压榨性能 而移动版同样也有显卡杀手 比如说iOS上的无尽之键 几乎是榨干了iPhone4所有的机能 而到了安卓阵营 这个重任就交给了真实赛车2了 当时其他的赛车游戏画面是这个样子的 而真实赛车2是这样的 在那个时候我们居然能在手机上玩到这种PC级赛车游戏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些大型手游让那会儿没见过世面的我们惊叹不已 但我们玩的更多的还是一些休闲类的游戏 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非常经典的疯狂喷气机 还有这个后来的滑雪大冒险 还有地铁跑酷 到现在还在更新呢 这些都是当时用来消磨时间的利器 2011年和2012年是手游活起来的两年 无数的游戏厂商跟随潮流做出了一个个纸尖上的经典 现如今我们在课金中获得乐趣 我们从一片片的陈卡一张张纸片人老婆中极取快感 但最令人回味的总是当年那种纯粹的快乐 那么这样一台快乐的手机卖的到底猴不猴 很可惜索尼对于销量这事儿选择了无可奉告 那么很明显的就跟他的同门师兄一样 Expert Play搞砸了 但这并不让人意外 因为那一年的索尼搞砸了实在太多东西了 为了弥补亏损 他们甚至把大楼都给卖了 最后还放了大招 我们熟知的一副临危受命 不过那些都是后话了 这台Expert Play本身它到底失败在哪呢? 你还别说 它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了 Expert Play发布于2011年3月 此时的双核时代已经来临了 Tegra 2 高通S3 得一4430 这些移动端的巨头们已经开始了军备竞赛了 而像HTC、LG这些厂商 也纷纷第一时间投入了双核的怀抱 但是我们可爱的索爱同学 居然为Expert Play这么一部游戏手机 搭载了一颗2010年的单核SoC 高通骁龙S2 MSM8255 这一幕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呢? 没错 今天的另一款游戏手机 红魔就是这么干的 但是红魔没有用上845 错过的只是例行升级而已 而Expert Play可是错过了单核到双核的大跃进时代 更要命的是 索爱只为这台手机配备了512MB的RAM 即便在当时用起来都谈不上充裕 更不用说一两年以后了 卡得让我怀疑人生啊 拿三星S1的配置去打三星S2 这样的一台旗舰手机配置却一点也不旗舰 这在当年也只有索爱和诺基亚干得出来了 硬件过时还不是最要命的 Expert Play发布的时候原生搭载的是安卓2.3的系统 但索爱承诺会在未来带来安卓4.0的系统更新 结果做了几次Beta测试之后 索爱就宣告放弃4.0了 Expert Play如果不刷机这一辈子就只能用2.3了 官方再也没升级过系统 这下可把买了首发的小伙伴们惹毛了 XDA论坛上的机友们集体声讨索爱 甚至放言要把索爱告到破产 然后索爱就真的没了 Expert Play之所以不升级系统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512MB的RAM实在是太少了 升级4.0之后游戏卡成PPT 你说这样的游戏体验怎么可能给玩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呢 据于这个手机最大的卖点手柄也很难让人满意 由于要考虑到机身厚度 Play的按键渐程比较短 很难给玩家提供PS级别的手感 中间的两个虚拟摇杆搓起来更是糟糕透顶 用它们玩游戏还不如直接用触屏呢 还有索爱之前承诺的游戏生态也随着手机的销量不佳而形同虚设 一些曾经支持手柄的游戏在合作到期之后也不再支持Play的手柄了 玩家只能欲哭无泪啊 这台PlayStation风最终也没能继承PlayStation的衣钵 索爱也随着索尼移动的诞生而永远消失了 但是硬件还在发展 游戏还在继续 七年的时间可以改变一些什么呢? 当七年前的你个子不疲地玩着《狂野飙车6》的时候 有没有想象过七年之后的《狂野飙车9》会长成什么样子呢? 人类就是这么健忘啊 失败了两次还要再尝试第三次 只不过这次游戏变得不太一样了 因为它改变了手游 《虚幻4》几乎每一个版本都在对手机端做出优化 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游戏厂商愿意把PC和主机上的大型游戏移植到手机端了 自然而然这对手机的硬件来说就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了 所幸我们今天的第三位主角ROG丰和他的两位老前辈也不太一样了 超频质2.96G的高通845SoC 8GB RAM 512G的UFS闪存 终于有一台游戏手机能首先在硬件配置上全面领先了 而且不光是SoC 这个怪物几乎在所有的硬件上都做到了顶级 比如说这块屏幕 90Hz的刷新率一毫秒的响应时间 实测98.6%的P3色源 这块屏幕除了色准一般之外 其他真的是堪称完美了 不过目前的软件显然还没有跟上硬件的步伐 支持90帧的游戏并不是很多 国内流行的《王者荣耀》、《吃鸡》、《崩坏3》这些 几乎都不支持 但是一些技术上比较领先的手游 已经开始支持高刷新率了 比如说像《虚荣》全程保持90帧 体验起来确实是如德服一般丝滑 再比如《狂野飙车9》同样也支持90帧运行 不过这个游戏的配置要求比较高 845还跑不满90帧 进入比赛之后只能在60-70帧左右浮动 但就这样也已经是史上最流畅的《荒野飙车9》了 体验上还是能甩开其他安卓旗舰一大截的 有变 再比如说外放 黑鲨的外放有多厉害 大家应该都见识过了吧 那么和ROG风比一下呢 继续 要 继续 引渐 牛逼 甚至IOG做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连相机这种和游戏无关的东西都采用了IMX363的传感器 不幸你看看这样张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智能 IOG Phone并没有搭载像其他手机一样的AI的场景识别之类的功能 所以说它有些情况下的样张看起来是有点暗淡的 但是这个相机的硬素质完全是一线水平 牛逼 电池容量4000mAh PCMark续航时间9小时11分 牛逼 RGB 牛 不对 这个应该说 Yes 先别急着用光赞美之词 IOG Phone的大招还在后面 当你第一次拿起IOG Phone的时候 看看它的接口 你会是什么感觉呢? 第一反应 嗯? 好良心啊 手机居然还有3.5耳机孔 第二反应 好良心啊 手机居然还有3个Type-C? 真的? 手机要3个Type-C干嘛? 难不成还是给电脑充电? 不是啦 真的可以啊 真的可以啊 你快看 我知道可以了 牛逼 但我不是想说这个 IOG Phone旁边的这两个Type-C主要用途还是拿来接各种骚东西的 比如说官方附赠的RGB风扇 本来这个手机的热管散热已经够夸张的了 再接个风扇真的是把845增压得服服帖帖了 除了这个自带的配件之外 目前我们能体验到的配件还有一个TNT和一个3DS 顺带一提 这个用来装配件的败家之眼手提箱也是挺酷炫的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TNT啊 这个拓展屋允许你外接、鼠标键盘、网线、SD卡等各种设备 和那个TNT一样 它也提供了底座专用的显示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只要我们的显示器够好 游戏就可以以更高的分辨率运行 比如说我们这里接了2K屏 那么游戏就能以2K的分辨率显示出来 当然了 这个大家伙最大的作用还是接上键鼠 方便玩家在手游里虐菜啊 ROG甚至还非常贴心的 帮你准备好了按键映射和鼠标模拟的软件 只要你自己调整一下键位 就可以顺利地用键盘和鼠标持机了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来装个模拟器呢? 有道理啊 这个拓展底座做的事情 我们在任何一台PC上装个模拟器都能做啊 非要把手机接上显示器来玩手游 那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而且如果你妄想依靠这种方式在手游里虐菜的话 那你恐怕是想多了呀 使用这个底座之后 许多的PVP游戏会启用防作弊机制 把你直接认作模拟器玩家 因此你匹配到的对手 也都是PC上的模拟器玩家呀 这样一来你的优势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至于这个3DS呢 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但是非常抱歉 它并不支持3DS模拟器 也不支持NDS模拟器 实际上呢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款游戏能用它来双屏显示了 那它有啥用呢? 官方说你可以用它来进行Twitch直播 跟我们是没关系啦 官方还说你可以用它来看小地图 那么从我们的体验来看呢 官方的意思应该是玩游戏的同时再打开一张小地图的图片吧 感觉挺愚蠢的 所以说这个大家伙目前唯一的用途就只有装逼啦 索性装逼这件事它做的还算不错 比如说我可以同时运行两个游戏互不干扰 你看两边都非常流畅吧 那有什么用啊? 我也不知道有啥用啊 反正就证明了我手机很牛逼呗 你是智障吗? 其实我个人是更喜欢国际版上的那个Switch手柄的 虽然没什么新意 但是我感觉那个才是最实用的配件 期待国行也能早日引进吧 ROG Phone除了硬件之外呢 软件也有不少可以聊聊的神奇的地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在这个游戏中心里面 你可以对每一款软件每一个游戏 单独设置CPU的频率 单独设置屏幕的刷新率 甚至还可以开启额外的抗锯齿 包括ROG还做了一个游戏精灵 功能上有点像这个游戏家家 可以实时的显示CPU和GPU的运行情况 还有温度以及游戏的帧数 这个对于不想root的朋友来说还算是挺方便的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Air Trigger空气扳机 机身侧面这两个位置是有超声波传感器的 手指放在上面是可以点击的 而且还带震动反馈 在吃鸡里面开启这个功能之后 设置好按键映射 瞄准开枪仪器合成 还挺方便的哟 震动的手感也不错 更方便的是各种模拟器 本来模拟器的按键就非常不舒服 比如说我们在海豚模拟器上运行使命召唤器 黑色行动 这种操作比较复杂的游戏 在模拟器上的可玩性一直都不怎么样 但是如果有了Air Trigger之后 至少我的瞄准和设计都有了震动反馈 操作上舒服的不少 也算是勉强能玩了吧 牛逼的地方不少 但我们也要聊一聊这台手机的缺点了 软件上的缺点主要是针对国行的 首先不能装谷歌全家桶 其次不能解BL锁 不能root 第三不能刷国际版系统 更不能换第三方的root 至少现在不能 如果想要玩一些外服的游戏 依赖谷歌框架的游戏 还得借助谷歌空间才能运行 更不用说许多好玩的玩机工具 目前都还不能正常的部署 这毕竟是个游戏手机 居然连谷歌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对于发烧友来说 这些问题还真是挺要命的 另一个缺点就比较恶心了 那就是死亡之握 ROG Phone的天线设计非常不合理 所以当你以这种姿势横握手机玩游戏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丢包 或者延迟突然增大 我们可以在异幕商店下载一个软件试试 你看我们现在下载速度是很快的 但当我们把手这样握上去之后 这个速度突然就掉下来了 关于死亡之握这个问题 隔壁的黑鲨曾经花过很大的篇幅 来吹他们的这个X型的天线 对吧 当时感觉就像是一个宣传上的术语 感觉好像没什么用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还真是挺有必要的 那么ROG的工程师显然是没有看过友商的发布会了 考虑到这是一个设计缺陷 恐怕软件更新的作用会很有限 这就真是一个硬伤了 只能期待后续改良版本的手机了 ROG Phone这么牛逼 那么它卖的究竟…… 想什么呢 我们作为发烧友当然是非常喜欢这样一台真旗舰手机的 但如果ROG Phone想要走得更远的话 那我觉得还必须在软件生态上下点功夫 你看这么有意思的一个配件 到头来啥也做不了 只能拿来装兵 那不是很可惜吗 N-GAGE和Xpert Play这两位老前辈 都是输在了硬件和理念上 但是他们在软件生态上的阵容是堪称梦幻的 而如今的ROG Phone在硬件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必须要靠软件和游戏来用好这些硬件了 从2002年到2018年 从塞班到安卓 从矿业标车1到矿业标车9 不知不觉 手游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无数个年头了 也许我们在手机上感受不到 Garrett和Siri离别时的那种不舍 也不能在纽约的街头肆意地穿梭 成了阳扇 更不可能体会到底特律的庞大与精妙 但当我在中考前那个夜晚放下试卷 赚起5800 用一局小红球忘记烦恼的时候 当我在晚自习上避开老师的目光 偷偷在桌子底下抄起了Apple Touch 忘掉凡人的作业 把伊布罗本和梅西 通通收复到我的梦幻阿斯纳回家时 当我做视频做到崩溃 在小伙伴们的邀请下 盆起Nex开黑 在中路的团战中 重新找回自信时 这种百无聊赖中的快乐 难道不值得铭记吗 游戏之所以让我们感动 并不仅仅是因为游戏本身 更是因为它成就了我们宝贵的回忆 就像多年以后 当我再一次回味罪恶都市的时候 我也许会因为Tommy的故事而动容 但最让我怀念的 永远是小学院的一个星期五 坐在学校机房里 敲出Panzer时的那种 无忧无虑的快乐 直播剧场——Yored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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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